放暑假咯 歡迎來到線上首語教室 首語教室 我是龍老師蓮喬 我是聽人老師如君 暑假長達兩個月 你計畫好要怎麼玩了嗎 台灣好玩的地方有很多 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暑假最推薦 我們台灣人一定要去的 好玩的地方是哪裡 是啊 全台灣旅遊人氣排行榜 大調查 到底是哪個縣市名列前茅呢 待會我們就公布答案喔 開始今天的首語詞彙 好 數 假 流汗 放假 數 假 一樣 那麼相反呢 韓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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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曇 下一個 國內 兩個比法 第一個 國內 第二个,台湾内 这两个,国内 国内,台湾内 台湾内 两个比法 下一个,旅游风景往后面 旅游风景一幕一幕的过去 旅游,就是树往后面 房子往后面 什么东西都往后面 旅游 下一个,地点 一个地方,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地点 人气 就是很多人都过去 很多人都爱 对 人气 下一个,排名 第一,第二,第三,第四,第五 第一,第二,第三,第四,第五 排名 排名 OK 下面,花莲两个手语 第一个,花莲 第二个是,花莲 解释一下这两个手语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,花莲 很有名的就是旅游的风景 都收入原底 花莲 花莲 第二个呢 这个莲,花莲 以前,花莲当地有一个龙人 他很有名 他的手语名字就是这个花莲 这个,所以就借由他的手语名字来变成地名 花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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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常啊,手语都是可以这样子 会来用的喔 花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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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ok 七星坛 照字念 七 星 坛 好 这是一个 一个有范围的 一个水波 就是 七星坛 或胡 七 星 坛 对 像如果內湖 只要有範圍的 都是用這個手語 七星潭 但是其實這個七星潭是在海邊喔 對對對 ok 下一個海 看這個這個是鹹 水拿起來常鹹鹹的 所以就是海 鹹的水就是海 海 下一個台南兩個比法 第一個台南 從眼睛打開台南 第二個手語台南 了解嗎 這個台南怎麼來的呢 第一個這個台南喔 是因為 在臉的這個地方 在台南 台灣啊 這個鼻子 這個旁邊的地方 就是台南 第二個 這個台南呢 是以前吃甘蔗有名的 台南有很多的甘蔗 這個手語就是台南 台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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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 手語呢 我們照字面 安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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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顛倒過來就是平安 這個簡單 美食 吃 很好吃 這個應該都學過 吃 好吃 這個就是美食 台灣各地方的美食有好多喔 像夜市的美食 夜市的攤位 各式各樣 還有外國人都知道的台灣民產 台灣美食喔 對不對 是 OK 美食 好 新北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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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字面 新北市 新北市 有的人的手語是 新北 也可以 好 我們看得懂就可以 新北 或者是 新北市 都可以 新北 OK 九份 九 九 份 還有 九份 加個人字 然後分開的分 九份 九份 都可以 這也是很有名的地點喔 你們知道 旅行 旅遊地點很有名的 九份 它好吃的是什麼 這個 蚵啊 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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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有名 好好吃喔 對不對 吃過嗎 有 應該有 好 你們喔 自己會煮 煮來吃 好 但是 除非呢 你去到九份 吃 吃就最好吃 有看到有在做捷运的哦 同朋友 在捷运上上课 很努力 还捧我们的场 九份 下一个老街 两个手语 第一个老路 第二个老街 老路老街 第二个老街 这样了解哦 下一个台东 照字面哦 台东 看那个最近台东都很有名的就是什么 那个热气球 世家 热气球慢慢慢慢的上升 这个是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面的 然后就慢慢上升 热气球好有名哦 那吃的最有名的是什么呢 牛 牛奶也有啊 也有 初露 对不对 有名 还有 水果 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世家 阿弥陀佛 然后头一个包一个包就是世家 很甜很好吃哦 是是 OK下一个三仙台 照字面 三仙台 或者是三仙台 看每一个龙口友的手语习惯有一些不一样 三仙台 三仙台 或者是三仙台 这半边都是山的意思 或者是山的意思都一样 他有名的是什么呢 桥 对有山有一个曲桥好像同中的一样 然后有海 三仙有有几个圈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 不是八个吗 八个还是七个 好等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 八个 有八个曲桥 八个 有八个 八 八 运气 好 好 是这样子 OK 下一个 宜兰 第一个笔法 宜兰中指哦 在眼睛前 宜兰 刚刚那个台南 现在是宜兰 第二个笔法 在笔子中间 宜兰 宜兰 这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宜兰 先不提 第二个这个宜兰呢 听说啊 以前坐火车过山洞 山洞很多 所以呢 就是宜兰 宜兰 宜兰 这样了解哦 OK 好下一个 东山河 照字面 东 山 河 东 山 河 这个也是很有名 每年 暑假 华龙周 华龙周 对有名 是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哦 接下来 台湾东部 台湾东部 我们手语可以这样 台湾的东部 像以前 以前台湾都是这样 后来有那个龙朋友告诉我 这样子啊 比较清楚 我觉得是 所以就会 台湾东部 像就这个海岸线一样 台湾东部 台湾的东部 对 所以一样如果 台湾的南部呢 手语怎么比 台湾的 这边就西边 这里就 南边 这边 北边 南边 你们 现在住在哪里呢 台湾的 哪一边 北边 北边 有人 你们住在台湾的南边吗 就是可以用这个手语来变化 OK 下一个 北海岸 照字念 北海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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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鼓姬 两个笔法 第一个鼓有名 这个鼓这边一个大口 然后这上面一个十字 所以就是鼓有名 一个鼓的字形 第二个手语 鼓房子 鼓房子 鼓姬 好 介绍推荐 你看这个是一个人 下面二介绍 介绍 下一个怀旧 这个就是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怀旧回忆 就是以前 以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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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现在我们要再复习一次哦 我们闭上嘴巴不翻译哦 一起来 好 一起来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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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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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